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晚上就刺破了自己的手指头 用鞋写下了不杀雍正 死不瞑目八个大字 直升北上京城学习武艺 终于混进宫中砍下了雍正的头 1981年考古学者曾经挖掘雍正地宫 却进行的非常不顺利 而社会上就传说 棺材其实已经被打开了 但是因为雍正的头不见了 让相关人员迟迟不改公布真相 李四娘这是最有名的 就雍正的头是被他拿走了 狗皇帝 拿命了 四娘 你真的要杀朕吗 血海深仇 我不得不报 性格非常刚毅的 刺破手指来写书 不杀雍正 死不瞑目 飞檐走壁刀光剑影 清朝野史中的侠女吕四娘 政治传说中杀了雍正 留下千古悬案的凶手 为了亲手终结血海深仇 吕四娘费尽苦心 吕四娘的祖父吕刘良 是浙江提倡反清负名的著名文人 尽管雍正在位时 吕刘良已经过世 但却因为一场震惊全国的文字语 被开关录失 至于吕刘良 住宿邪说 棒极先帝 这 错骨扬灰 以事发成 这 吕刘良死后不得安宁 吕家也遭满门抄斩 意外死里逃生的吕四娘 决心为家人报仇 即便当时和他指父为婚的对象 吕吕劝阻 也挡不住个性刚毅的吕四娘 传说就是吕四娘在学艺的时候 他有一个跟他一起从小 子父为婚的一个公子 他就不希望他去报仇 他觉得说吕四娘 你好好的女人家嘛 这事情你不要跟官府斗 这官府斗你也斗不过官府 可是吕四娘一心想报仇 吕四娘公子呢 常常会用温柔的公事 请他不要去 吕四娘就留下八个字的写书 他派拜当时的大侠甘凤池 以及黄道士为师父 那甘凤池教他拳脚功夫 以及刀剑武艺 那这个黄道士呢 则是教他飞檐走壁的轻身功夫 以及发色暗器等决意 头拜大侠甘凤池门下 吕四娘练就一身好功夫 但想接近雍正皇帝谈何容易 于是他决定进宫当宫女 刺激而动 甘凤池是雍正很忌讳一个人物 那当然吕四娘对于雍正来说 他没有听过吕四娘 因为吕四娘毕竟是甘凤池 收了一个女徒弟 甘凤池名气比较大 那当时呢 当时他们叫江南八侠 那吕四娘后来被列为 江南八侠其中一个 我来这么好手 皇上 这八王府的女子叫吕四娘 浮动琴弦的双手多少柔情 但这双手的主人 却无时无刻想着国仇家恨 段公公 你务必把刀给我准备好 你一定把握时机 等他睡着了 就是你报仇的时机 他能够以选秀之名混进皇宫 可以想见得到 他的本身的容貌 虽然不是亲力出众 那也必然是忠上之之 美女弹琴不畏作乐 只为吸引雍正注意 吕四娘一行盼望的这一天 终于到来 所谓被弓是指皇帝看上的嫔妃 用被子包裹赤裸的身子 由太监背进寝宫 服侍皇上 想借机夹带武器 几乎不可能 因此虽有传闻 吕四娘趁皇帝宠信时行刺 但还有一说 认为吕四娘应该是凭借一身好武艺 闯进深宫禁地 结束了雍正性命 那吕四娘跟甘凤慈 取了一个绝招 就是会隔空 用剑取人头 就用这个绝招 那结果没想到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突然宫中传出一个消息 雍正头不见了 爆风 死掉了 那大家就觉得奇怪 怎么回事 冲过去看 雍正的脖子这边 很完整的一个刀 刀的剑的痕迹下来 雍正爆步 那么协伴大学士张庭玉 前一天看到他还好好的 第二天再去看的时候 听就说他已经驾崩 雍正死得突然 消息震惊朝廷 吕四娘行刺一说 不进而走 但相关消息散见败官也使 正史中根本不见吕四娘名字 在那个时代要暗杀不容易 第一个皇帝的近距离的是 那个太监 太监不带兵器 但是太监很多是空有力的 那么第二个 他的外面外围都是四位 四位都是那个棋人 明朝以后供24位皇帝 住进紫禁城 为了防刺客 除了大内高手护主 殿前的青砖石也大有玄机 身十几公尺的石块 一共15层 层层垂直插入地面 就是要让刺客挖不了地道 而皇帝寝宫内 共摆了27张床 外人根本无法洞悉 皇帝今晚睡哪里 重重严谨把关 让多数学者认为 刺杀雍正的吕四娘 根本只是尸狗人物 但证据不足下 这一场侠女复仇忌 实实实流传200多年 也让雍正离奇猝死 成了历史上一道难解谜题 休息一下我们要继续 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在武侠小说里头的侠女 个性大不同 所以她们练的武功 门派也是相当的不同了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这背后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学问 马上回来